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这是要去哪儿 我啊 没事啊 我就出去散个步 你怎么又来这儿了 我需要告诉你吗 看样子今天又变成优雅的院长夫人了 昨天的淮海路黑玫瑰去哪儿了 你啊 还是按照本性过日子吧 成天老实装多累呀 装什么呀 你说谁装了呀 我又不是不认识你 真是 你怎么又来了你啊 不是我说你 你 鼻子 我 你别以为你这样子可以威胁到我 到处跟人家说我爸才是想做什么的 你嘴怎么就这么欠呢 你嘴怎么 你嘴怎么 嘴怎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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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 你刚刚又说的是什么话 你现在怎么张狗闭狗 都是脏话啊 你 你到底是什么人啊 小雪 听妈妈说 你打电话跟我说 我们要谈一谈 可是结果呢 一次也就算了啊 你现在怎么说成习惯了 我以为我的妈妈是一个很有文化的人 可是呢 一点文化都没有 一点素质都没有 小雪 你怎么可以说文化是没有文化没有素质呢 你说咱俩都认识二十多年了 我是一种没有文化没有素质的人吧 是啊 小雪 小雪 我跟你妈妈是在聊天呢 聊天 妈人也算聊天啊 是啊 我们那个时候都是这样聊天的 你妈妈也是很久没有见到我这个老同学 一时开心 才这样的 你这个 当女儿的要是不理解她 你妈妈一定很伤心的 可是妈妈刚刚确实说了一些不堪入耳的话呀 那是你不了解我们那个年代 说话过分一些的 是友情的表达 越是亲近 嘴上越是不干净 这就是我们的相处方式 就像你们现在年轻人之间说的那些 什么 二货呀 那样的意思都是差不多的 真的吗 当然是真的了 你妈妈上学的时候就很有教养 很高雅的 对吧 英妹 对对对 那个小雪 你真的误会妈妈了 你为什么叫小雪面前不跟我说好话呀 我只是怕你女儿受伤害 她不像你 她很单纯很天真 我女儿跟我一模一样 我们都是公主好吗 公主 好 你高兴就好 我回店里了 我回来 一把对 和厉害 你去吧 我去 casa 我叫你去 你去啊 跨年狂欢 有问题吗 你疯了 我们是什么身份的人 去那种地方 还要跟你进去跨年 那里有酒有菜 你吃吃喝喝就得了啊 我没兴趣 你要是不去的话 跨年就你自个儿一个人过 哎 哎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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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